歡迎收看創科QL 如果有留意網絡3消息 可能聽過不少企業都已經開始賣入虛擬地皮 本地都有間初創推出自家的元宇宙平台 不過賣的就是虛擬建築物 究竟兩者有甚麼不同 今次我們請來LWL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周榮昌 Terence 和聯合創辦人謝毓 阿毓和我們一起聊一下 Hello 兩位 你們好 其實可能都了解到你們當時 已經推出了一個叫AIR的元宇宙平台 有否說其實為何會有這個想法 會是做一個本地的元宇宙呢 以及它的機制和玩法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本身給多一點點訊息 我本身以前就做很多 幫很多不同的品牌 做很多活動和產品上的東西 所以在外面的體驗 我們以前做了很多 那時跟Terence 和Gabriel 我們會談 其實有甚麼 我們有這麼多的線後動 有這麼多體驗 其實怎樣跟網路有個聯動 甚至乎怎樣遊戲化別人的人 我們那時是想這個題目的 其實一個人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做 你去的活動是做事 你吃東西是做事 坐車也是一些行動 我們怎樣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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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想其實我們打遊戲 我看到旁邊有很多朋友打遊戲 Pokemon Go也好 或者打王仔榮耀之類的遊戲也好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會有很多 玩完會儲一些Virtual Assets 即皮膚要去換 沒有了他們會發瘋 我們就想其實Digital Assets 其實對於未來是怎樣呢 我們就一直探討這個情況 我們就覺得 Web 3 的來臨 正正就可以把這些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做了Air出來 而Air的名字其實都講了我們這個想法 就叫Adventure in Reality 就是在真實虛擬的世界裏冒險 所以就有這樣的想法 第一 其實是 我補充一點 不是補充一點 因為我們自己的團隊 剛才有提到我們有些創辦人 就是我們幾個 做遊戲很多年 亦都做Virtual World很多年 其實現在說到Heat的Terms 就是元宇宙 Manaverse 就是多了Facebook 他提到這個名字 他自己的公司名字都改了 當然全世界都知道 但以前其實都是在說一個虛擬世界 基於這個 我們本身積累了很多年 做一個虛擬世界的想法 或者結合剛才阿佑提到 在這個Web3的來臨之後 對於那個產權擁有 或者Digital Assets的ownership 有一個重新的界定 兩者結合之後 我們發覺 原來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到 起碼 譬如我們開頭現在推出的 對於一些我們商業上的partner 特別商場 原來這一種體驗 在一個虛擬世界 又結合到真實的生活 再加上一些產權的definition 或者擁有權的definition 很多事情在發生中 可以 因為我都可能入過一隻遊戲 玩過 但其實它是一個以香港為藍本的原語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是 要想到 將香港作為一個地圖 其實就不止香港的 我們當然我們香港成立 我們主要團隊都是香港人 我們目標是全世界 它是一個反映真實的地圖 或者真實社會的一個地圖 你可以想像我們整個虛擬世界 它本身就是一個虛擬地圖 或者你更加可以準確地說 或者比較好的例子 可以在Google map上 可以看到很多虛擬世界的建築等等 我們其實怎麼說呢 我現在說世界空間是一個虛擬地圖 但是裏面有很多東西發生中 我們有不同的建築物 每個建築物 它會有一些特別的體驗 當然譬如和我們合作夥伴 譬如商場 它有一些體驗 是要連接到商場的一些offline的東西 一些任務等等 它用戶去到那個位 就可以玩到不同的體驗 其實我們要叫我們遊戲的風格 我們叫做lifestyle gaming 就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將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東西 變成一直在遊戲中做到的 mission 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發生的東西 我們就會用一個真實的世界的圖片 就和其實你現在看到其他的metaverse 有些不同的 就是我們很相信的東西 就是未來是hybrid 我不會只有虛擬世界 一定有現實的世界 那兩者的結合 我們就覺得用一個真實的地圖去做 是最好的 就像Tarence這樣說 我們現在的starting point 就是在香港 但其實我們已經和其他不同的 就是城市和國家 都在討論 有一個類似我們現在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在那邊會開始做 那你有沒有說 其實如果想像玩法那邊 例如作為一個玩家 入到遊戲 其實他是怎樣玩這個遊戲的 是怎樣做的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我們本身是一個 以世界地圖做一個 涉及基礎 做基礎 那不同的建築 會有不同的玩法 那我們自己本身的平台 也都有一個主軸的遊戲玩法 其實你可以一個 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 我們很多gameplay 你可以抄襲 例如Pokemon Go 它是揭合了一些AR的元素在裏面 但是那個遊戲的種類 其實就很多 就是根據我們自己本身 譬如我們說 我們Game Engine上面 就是有10到20種不同的遊戲玩法 都可以配置在我們的Metal Wars上 至於我們跟我們的Business Power合作 很多時候就會根據他們的需求 我們再重新去打造一些新的體驗給他們 那玩家進去 就是剛才我提到 好像Pokemon Go 他以自己第一身的角度 去參與在這個世界裏面 那他在不同的地方打一個APP 根據我們location based的技術 那他就會知道在附近有些什麼玩 從而在一個建築上面 我們有一些指示去點一點 那他就會進入了那個空間裏面 那他可以是遊戲 可以是其他 林林種種不同的一些體驗 而好奇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是用任務形式去給他們完成 那麼任務 剛才說我們有很多B to B 就是B to B 每個Business 因為他們的objective 我們有不同的任務給他們 但其實B to C 在一個現實世界裏面 或者是世界裏面 我們有一些任務 他完成了任務 其實就完成了遊戲 所以這個任務可以 在一個Lifetime裏面 不一定可以 原來你去到黃大仙要做一些事情 去到南桂坊去完成一些事情 而那樣東西可以是 因為location based而生產出來 可以是因為別人做一些action 譬如做了一些消費 做了一些打卡 是因為我們讓他完成任務 我們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 有沒有玩家有什麼獎勵 這個就是 我想我們其中一個比較特點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Gamify的元素 Gamify其中一個很主要就是任務 任務之後 你要有一些得著 reward 你打 譬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打遊戲 即是你普通打遊戲 你打完 你會得到一些武器 可能你會得到一些分數等等 在我們AirMetalways裡面 他會得到一些實質的東西 我們自己本身是有一個 loyalty program 類似這樣的形式 去做這些rewarding的機制 現在 因為我們剛才都很強調到 我們希望是 照顧到不同的人 應該這麼說 他未必是很website的人 他可能沒有加密貨幣 沒有加密錢包 我們獎勵他的東西 除了Gamify之外 即是我們的Token之外 我們亦都會給予一些實質的 例如禮券 一杯Lunch 一些QPON Discount的QPON 特別這些獎品 在商場上 會更加比較 是其中我們很主要的reward 給予一些玩家的 譬如一些Sample 我們和荷里匯廣場夾 他餵一隻雞吃米 他會生蛋出來 而我們真的可以拿到 真實的雞蛋 是一個reward 這是physical的reward 在Times Square 就是另外一件 就是他玩完Bunny Warrior的遊戲 他會拿到Digital NFP 是一個reward 所以其實不同的玩法 都會有 不同的reward 都會拿到 甚至剛才說 是一些物件 但其實可以一個experience 都可以是一個reward 是 其實剛剛提到 有兩個商場 都料到你們的平台 最先量的partner 就是這兩個商場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他們是怎樣合作 是否他們會在 你們的元宇宙世界裏面 起作虛擬的元宇宙商場出來 還是怎樣 是他們會進入了在Air 裡面 在他們的座標裡面 有他們自己的建築 而那座建築裡面 就根據不同的seasons 不同的 topic 他們會有一些game 在裡面發生 那 剛才說了 他們有一個game 他們會有mission 那個mission 可以用不同的主題去包 那些人就可以進去 如果說B2B 他可能會根據一些 他那個季要推的東西 他可能包裝了這件事之後 他可以進去 complete 就剛才我也有不同的view 變成我們可以將到 traffic到商場上 還有令到他下去的體驗更多了 就是我們叫做有一個extension 給他除了shopping之外 其實一個extension 是他的real life 就是我真實的情況是這樣 但其實我可以有一個故事 的遊戲故事性去包圍了他 他進去的時候 他不單只是shopping 他就在玩遊戲 這個就是我們跟他的合作模式 希望帶到這個有感的享受 給到他的客戶 亦都可以實際上 bring到traffic 和convert到spending 給他們 那想問 那個元宇宙的商場 是不是真的 他的商場一個3D的reaction 還是怎樣 在荷里會廣場的例子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在談一些主題性的事情 跟商場那邊 很多商場的定位 譬如他們會比較針對可能family 即是一家大小的商場 到過周末 基於這個出發點 我們想設計到一個商場 即是真實的商場 可以購買飲食與樂 在我們的元宇宙 我們希望帶到一些正面一點的知識 或者我們針對性地說環保 譬如今次 我們整個設計就會圍繞著這個主題 將整個荷里會廣場 變成一個環保的村莊 來當 小孩子或者家長或者用戶 入到我們的Metalways 他就可以玩到一些 譬如他會教他 剛才說的 要餵小動物 要餵些什麼 他會有些種植的東西 他可以告訴你 種植需要有些什麼過程 他亦有一個部分 是說蒐集 要怎樣收拾一些廢物 蒐集 這些類似的 就是我們今次商場主要做的事情 其實你看 我知道你覺得 虛擬世界 是否應該將真實世界 整個放進去 技術上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說那個意義 或者策略上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想擴充真實世界 正正就是真實世界沒有的東西 我們希望在Metalways的一個角度 去補充回去 去擴充多一些 增加多一些內容 或者value 在這件事上 真的Terence有件事 說得很好 就是我們的adjotainment 其實我們除了 說剛才一些commercial的事情之外 其實都想透過一個 虛擬和真實世界的一個活動 怎樣教育到社會 其實可能有一些環保的意識 例如今次的學里會 那是一個環保的動作 就是一個環保的意識 我們在裏面怎樣可以教到它 其實無論apply to 學校 因為有學校跟我們合作 學校裏面都有些 職業的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 其實有沒有說 如果是這樣 因為我看到這個 和商場合作 都已經有少許時間了 有沒有其實 那個成效是怎樣的 你會見到的 如果學里會廣場 兩到三個星期左右 具體的數字我還沒有 但是譬如我舉個例子 剛才因為它移到的雞仔 我們雞仔是出了大概一個禮拜 那個雞仔活動 其實是餵雞仔 用一些米 那些米 你要做一些任務 它可以拿到的 然後回到它換到真雞蛋 剛才在移到的 我們預備了一個數量 大概是500盒 然後我們計劃一個月 這樣就換了 但是結果是接近五、六、一 就已經差不多七、八成 就被換了 變成在這裡看到 那個由禮物帶動 去用一個分離的方法 去做一個 loyalty 的program 或者engagement 或者去一個引流的 一個目標 為本的結合真實 和虛擬世界的show case 其實我們覺得暫時看到 那個空間很大 那時代廣場那邊 那個活動是和NFT合作的話 是 那個如果以 其實我們看到 平時我們跟商場合作的時候 有traffic 它帶到很多人流去 另外就是 在PR value 裡面 有很多人在說時代廣場 即是 不僅是香港 其實在很多東南亞 甚至歐洲都有媒體去報道 Timesquare 香港 做一個NFT 原宇宙第一個虛擬和現實的 一個結合的event 我們看到這個 coverage 是很好的 所以帶動到很多 awareness 給他們 是啊 我看到很多人打卡 但是譬如我給一些 這個反而有些可能更具體 因為譬如 Bunny Warriors 我們其中一個合作項目 因為我們是很緊密的合作夥伴 他們也會透過那些活動去賣 一些NFT 他們之前做了一個 public shell 但都賣光了很快 在那個location那裏 即是和Timesquare合作的location 他們都短期內 將剩餘的一些NFT都賣了 另外透過我們的遊戲 它裏面有些角色設計 我們雙方合作設計的 狐狸的角色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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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快就被人換了 那個NFT 那它換了多少個呢 它是很限量的 它換了一到兩個之間 另外就有我們的建築 現在就開始就換了 但它在現場賣就賣了 其實是挺好的 對我們來說 因為其實我們其中 我們Air裏面 其中一個理念 和信念就是 怎樣可以幫助人 更容易進去Web3 即是我們現在 有很多人說Web3 其實如果那些人 現在去了解Web3 其實是 只有一個了解 其實很難進入Web3 而它也沒有一個 鼓勵性 或者鼓勵性 令到它進去Web3 那麼我們呢 就透過 我們Web的2.0 即我們在做 社交媒體的事情 在做 offline events的事情 在實際的生活裏面 發生的一些事情 而它去看完 去打卡 去了解完Bunny Warrior 了解完Metaverse 它會在那個Counter 給錢賣NFT 甚至乎下載了Digital Wallet 就融入NFT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想怎樣 透過這些 不同的 提升 帶那些人 從2.0 去到Web3 其實你們都 跟那些不同機構合作 即你們有沒有 怎樣看香港 那些本地機構 它對於Web3 或者是 元宇宙 它們怎樣看 即它們怎樣看 即它們會願意去 嘗試去走進去 去做這些Campaign 多謝你問這個問題 也讓我們多謝一下 那些合作法 因為其實 我們現在合作的那些 很前瞻性 因為大家都知道 Web3的來臨 你怎樣都要接觸它 那怎樣去接觸它 我只是買了虛擬地 讓人進去看 這是一個方式 而另一種方式是 怎樣真是可以 帶到conversion 它們就見到 在Air裡面有這個優勢 就是我們真是 給它們 給它們 它們測試到 帶到多少traffic 做到多少spending 有多少人玩 這些就是一些 測試給它們 所以其實 很多 其實現在看到 越來越多 多謝很多媒體 講Meta的時候 或者Metaverse 其實已經 將一些人帶 即看到 Future是Web3 其實我們有很多 稍後會再提及到 有很多 未來一些大的 corporate的partners 其實都會在Air裡面 會進駐 亦都會有 他們的一些 遊戲 測試了 它本身的一些 blending 一些遊戲 會在這裏發生 我想 幾次當年 Web2.0 即是 在社交媒體 你現在看到 就不只是大企業 其實現在基本上 SME 會有一個項目 會有一個IG帳戶 可能有些國家 有TikTok 我想那些企業 對於科技的 科技的投放 他們會比較看得再遠 因為當年 社交媒體剛剛出現的時候 都是沒有什麼人來的 可能僅有少少的大企業 會一早就已經有一個項目 有一個YouTube頻道等等 現在他們會接觸得比較多 資訊上 還有2.0到3 雖然它理念上 還有很多的分別 但起碼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網上 線上的東西 他們就會更加 比起以前 更加願意提早 去進入這個靈活 大家在看 都是一個很長遠的發展 即是現在做的事情 跟可能五年後 Web3可以做到的事情 都已經差很遠 但早點進入 會能夠對於整個企業策略的制定 會有多少少空間去處理 而你們接觸的企業 是不是大部份都這麼願意去接觸 Web3 我想很多都基本上都 當然 剛才都講到 現在做到什麼 或者他們想做到什麼 可能都還有一些技術上的製造 但是去嘗試 或者起碼有一個Presence 對於整個方向確立 我們這一部份 可能要開始準備 就算未進入一個真正投資期 可能我們都需要有一些投資 在這些部份 你有沒有說 接下來還有什麼合作計劃 或者有什麼partner 會加入來這個平台 有的 很多的 因為有幾個 不如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接下來會和Focus Media 合作 即是本地的一個廣告網絡 特別是外出方面 我們會和他們合作 全香港應該是超過1000個點 即是廣告版 廣告電視等等 在我們的Air Meadoworth 而廣告本身 當時放在Meadoworth 都會放同樣 或者可以有些不同的 但是有些功能 我們會附加在真實世界的外出表表 可以做多些互動性的事情 因為一般的表表 你會知道 譬如他可能在說 他要掌握注意 做awareness 但譬如他在說 要量度一些互動的KPI 就會有少少難度 結合了我們之後 反而可以增加多些互動元素 你可以想像很簡單 廣告有一個K-O-Code 我掌握 有人檢查過 可能簡單到 我檢查過後 我就可以參加Lucky Draw 或者直接可以換到 譬如他在賣某產品廣告 可以換到Sample For example 這樣的機制 我們接下來 很快就會有一個 計劃推出一個Kamping 即是用他們戶外廣告點 來做Porto 讓人們進去你們的平台 沒錯 原來有沒有一些機構 都會親近合作 我講一個名字 因為內容 我們時間數下未必講得太多 接下來我們會開運公園 開運公園 就是Air KOL方面 其實有很多 我舉一些例子 比較早些會發生 例如Coffee Coffee 她現在是OL界的女神 很多人跟她做運動 我自己也有嘗試過 她也挺辛苦的 她們會加入我們 她會有一個Yoga Tower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 瑜伽的展示 都是一個虛擬空間裏面做的 基本上 也都會 可以連接她自己 自己的瑜伽旗下品牌 是 那個 另外 一系列的SME SME 剛才提到 除了企業之外 SME都很願意去做這些嘗試 我們很歡迎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Metaverse 應該很容易 去進入Metaverse 我們當然有不同的做法 坊間有些可以過百萬 我們賣地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是一個做法 而我們自己的做法就是 想給多些SME 都更容易進入 例如我們現在 跟餐廳合作 我們有些mini game 是被人做奶茶 做完杯奶茶 他就可以去那間餐廳 換杯奶茶喝 這個 我覺得是 all win 的情況 就是 客人玩完 客人玩完 他自己會有杯奶茶喝 我們也會幫SME 拿到人去餐廳 這就是大家 all win 的一個情況 這也想問 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因為說到元宇宙 大家都覺得 我有個網絡在裏面 我控制他到處走 去不同的經驗 但以你們的 是很強調一個地位置 一定要玩家 親身走到某個位置 才可以進入某個元宇宙的空間 為什麼會有這個 要結合線上線下的想法呢 還有才會跟坊間宇宙很不同 我們一開始也有提及到 我們很相信hybrid 我們覺得有很多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代替不到 你吃東西代替不到 你互玩 即是去片拍玩 你代替不到 你去拍拖 多兩個人出去 一家人去玩一些戶外的東西 你都是代替不到 所以其實一定是一個hybrid 當然 在一個虛擬世界 用遊戲的模式 只是虛擬 我覺得都是有它本身 一定要市場的 即是你看到 Minecraft、Roblox 的影響到Sandbox 其實他們一定有 他們只是虛擬世界裏面 做到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未來 他們都會探索在那個玩法裏面 怎樣跟買東西連結 e-commerce連結 都會有 但是我們很相信 因為我們覺得人的感情 是需要接觸 去溝通 即是它有一個這樣的連結 所以我們相信 為何是有現實和虛擬的一個O2O 我想是 因為怎樣說 某程度上 你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做遊戲很多年 我挺喜歡Pokemon GO那種遊戲 因為你想像 如果我們有一個純虛擬世界 即是當我們日後 可能有一些Variable 是很方便的 馬上帶你進入虛擬世界 這樣 但在這個時刻 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都是 可能是電腦後面 躲在房間 或者有小朋友 未打機的 未去到打機的歲數 我可以想像 如果Web3 或者Metaverse 它都是一個將來的趨勢 而是很多應用 或者很多人會用的東西 我又很想 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虛擬世界 但是 我會跟它有很多鬥爭 到時候不讓它玩 你每天只可以玩一個小時 等等 但Pokemon GO帶給我們的啟示 你會看到街上有很多人 拿著手機玩的 不只是年輕人 而現在還在玩的 主要不是年輕人 基本上你會看到 我想這會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為何我們想做手機 Apps 出發線 為何我們想要有Web 2 Web 2.0 Web 3的整合 為何我們要用真實世界 和虛擬世界的連接 為何我們要用很多 因為它有手機附帶 令到我們可以用很多O2O 和Location-based technology 這些是背向我們的理念 為何要這樣做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才 我們講的Life style 其實我們想 那些人用它的碎片時間去玩 我等車的時候我可以玩 我坐下一個餐廳 準備食物來之前我可以玩 我未必要對著電腦 要玩很久 變成我們 就是Inventual的詞語 叫metaverse to go 就是用Mobile去玩 變成我們可以在生活 一直在發生著 一直在生活著 一直在生活著的時候 都可以玩到一隻鏡 我可以理解你們短時間 都不會有一個可以 給它自己走的分數 一定要用腳去走 才可以到一些地點 是 但我們都會有一個 我們叫Teleport的功能 之後都會推出的 因為越來越多的Campaign 我們都想有一個 比較fast access的方法 你想像是一個Portal 有不同的入口 它就可以 當然是我們自己做的 會有很多這樣的功能 但business partner 我們就 depends 究竟那個 那個experience 的需求 想做到什麼目標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 可以定到的 我們究竟 它可以去到那個地方 但其實它去到那個地方 它只可能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整理到某些任務 但是有些任務 一定要是地點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設定 它一定要過去 就 depends 怎樣設定 好 這次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回來再談